原标记 中国历史上最杀法果断的五国财皇帝 果断地送了命 王乐朝公元950年11月14至清晨 这个皇帝杀人了 一共死了三个 他们按照每天的正常功识去上早朝 刚走到广正殿 数十名武士突然冲了出来 没有宣判 迎面一片刀光剑影 立即处决 就是这么的粗暴简单 被杀的这三个人是杨斌 齿红照 黄章 他们都是厚汉的老臣 留之远留给自己的儿子五个顾命大臣 这是其中三个 还有一个宰相苏冯姬 是个文臣 这是世间中卷入不慎 最后一位是胡威 也是后周太祖 三个老谋深算 终生在阴谋诡计里打滚了人 说死就死了 而杀了他们的人就是厚汉 最后一位皇帝刘成忧 是不是很搞笑呢 办这样的大事 竟然用了这种无大脑式的纯暴力行动 但最高明的计划 就是一点都不计划 想干你就去干 想砍你就去砍 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最突然也最彻底的效果 才能让三位大师死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也来不及有任何脾气 当然了皇帝也不能说杀人就杀人 总要给天下人一个说法 然后皇帝给这三个死人定了姓 罪名一点都不新鲜 谋反 这三个在当时时手握重权 就这样军权 还有财政大权一举收回 新皇帝登基 与权臣夺权的事情 一点都不新鲜 从汉初始到清结束 历朝历代比比皆是 但是像这样 没有一丝犹豫 横冲直上的皇帝确实罕见的 就这样皇帝就轻松地解决了多数的权力问题 但是当时有权力的臣子 不只有这三个人 还有一个孤雷 手握兵权 远征在外 也不知道当时刘承佑是怎么想的 为何偏偏将这个人放在外面 具体的原因咱就不去研究了 不过刘承佑的命运 也就因此被判定了 我们接着说 是为古婆带皇子做的事情 你以为杀三个人就结束了 那怎么行 要带上兄弟们卷起袖子继续上扬 刘承又密召李弘历去蝉州杀王因 密召宫崇去郭威驻地 为周杀郭威和王隽 李弘历是第一个得到的命令 证实了皇帝的密召真实后 来到了王因的面前 激动人心的场面没有出现 他从怀里开始掏东西 他拿出来的不是刀子 而是皇帝的诏书 就这样 年轻的小孩子 刘承又被捉卖了 我们这位蛊惑在皇帝 前面的事情倒是做得很好 但是人手选择上却出了点问题 还是致命性的 李弘历 王因一刻都没有耽搁 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抢到了郭虫前面 先期警告了郭威 之后就像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一样 郭虫紧跟着就到了 等待他的 是郭威已经恢复了平静的脸 他已经明白自己该怎么办 郭威向郭虫伸出了手 拿来 不是你的命 而是你带来的诏书 这画面感十足呀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郭威一路之下打到小皇帝身边 虽然没有立刻登基夺位 却也在 不久后推翻后汉 建立了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朝代后州 而刘承又在叛乱中 又一次被手下背叛 结束了短短的二十一岁的生命 当送了整个后汉王朝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